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入市大健康产业研究院 为市直属事业单位 机构规格限级 是卫生监督 并入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为市直属事业单位 机构规格限级 业内媒体公卫人网形容为一较醒来 疾控和未见真的没了 不过个人以为这次整合有点乱 一 与中央事业单位改革精神不一致 2011年中发2015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 对于现有事业单位类别 在清理规范基础上 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 对承担行政职能的 初步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 或转为行政机构 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初步将其转为企业 对从事公益服务的 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 强化其公益属性 今后 不再批准设立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 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对于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 根据职责任务 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情况 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细分为两类 承担义务教育 基础性科研 公共文化 公共卫生 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 不能或不移由市场配置资源等 划入公益一类 承担高等教育 非盈利医疗等公益服务 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来 划入公益二类 最完全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 可调整为相关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 却需单独设置行政机构的 要按照精简效能原则设置 根据以上原则 实际上目前各级疾控机构 应该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而卫生监督机构 更多的履行监督执法职能 应该调整为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 或单独设置为行政机构 二者本就不能整合 而辽宁这次以整合疾控与卫艰为核心的改革 明显与中央的精神不一致 二 同一省内各自也不一致 今后会怎么开 工作怎么干 不但如此 辽宁的整合改革即使在省内 各式也不一致 沈阳市CDC和卫生监督 被合并入市卫生健康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 卫生剂生委所属事业单位 不定机构规格 且不说定格不定格格 二者整合为一个卫生健康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合适不合适 将一个行政执法中心设置为事业单位就欠托 而辅顺时将CDC并入市大健康产业研究院 是卫生监督并入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从合并同类向还算有点靠谱 但问题是在一个省不同市这种截然不同的整合 今后怎么安排工作 怎么下文件 怎么开会似乎都是问题 三大卫生大健康格局怎么形成 在今年三月全国两会上 依法通过了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方案决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而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目的 是为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 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预防控制重大疾病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除了整合国家卫纪委 国务院已改革 全国老龄办职责外 还特别向工信部牵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职责 国安总局的职业安全健康监管职责整合 明确其主要职责是 理定国民健康政策 协调推进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组织制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监督管理公共卫生 医疗服务和卫生应急 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理定应对人口老龄化 医疗结合政策措施等 很明确 国家这种整合意义重大 任务明确 其核心就是促进健康中国各项法律 政策落实 而在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健康大会上 也已经明确在全面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面 第一就是着力推进分级诊疗 现代医院管理 全民医保 药品供应保障和综合监管等 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 在综合监管制度建设方面 要着力解决监管不到位 造成一些政策空转甚至变形 构建综合监管体系 健全医药卫生法律法规和标准 推动监管重心转向全行业监管等 卫生监督工作任务异常繁重 面临的新挑战更多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而辽宁这次改革似乎与此不同向 对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更是肩负着十分繁荣的健康促进重任 首当其冲的就是直面汹涌而来的慢性病与人口老龄化 而未整合的结果 极有可能是弱化疾控功能 回顾2003年之后 各地提出监督与监测分离的改革思路 此后各地陆续将卫生监督从疾控部门分出来 就是为了避免教练员与裁判员不分状况 而今又走了回头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否进行过深入调研 总之辽宁如此整合 其后果可能是严重的 一是导致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工作弱化 政策空撞变形趋势加速 二是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执法两支队伍涣 最终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 因此改革应该提及不稳 不能任性而为 我们的改革已经有不少走回头来的先例 如此下去 损失是巨大的 还是少点的好 机构改革迎来动权 整机以下疾控 内间机构将被撤销 她们说最后 masala él 奔养 无奔 店